鬼谷子大智慧 有一种修养叫做看透不说透 做人现实点 智者讲利益 与者谈感情 真正的成长 是一场去粗取经的展览 将看懂得 看透得埋藏起来 在人生巨大的加工厂里 研磨出的一切才叫阅历 为什么鬼谷子会成为一个隐士呢 我猜是被逼的 或许鬼谷子曾经也是一个热血青年 脑海里也存在过很多美好的事情 他也曾向往着很多幸福的事情 读书 旅游 最好还有一场甜蜜的爱情 每个年轻人的心里 都会有很多虚幻的期许 只是命运永远捉摸不定 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个阴谋家呢 请注意我的用词成为 我猜有两个原因 时代的捉弄和率真的性格 一 春秋末期 周是衰微 皮质不存 毛浆烟腹 当霸王们越来越不把周天子当回事时 注定了一件事 礼越崩坏 顺带说一下儒家的礼 其实就是周礼 比如孔子一生都试图让历史倒退 回到周公诞的时代 也就是复兴周礼 发扬繁文入节 建立等级森严的制度 比如后世王阳明在阐述的《心记礼》时 特意强调《理者》 礼也 只是时代将礼衰得粉碎 这是件可怕的事情 因为所有人都不讲规矩 不讲道理了 于是弱肉强食 圣者为王的时代开始了 鬼谷子发现了问题 他发现生存在乱世 生存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 于是他极不可待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非读忠信仁义也 忠正而已 鬼谷子深知人心的复杂性和事实的无常 他看透了人性的贪婪 欺诈和权谋的游戏 因此他选择了隐居 与山林为伍 他放弃了寻求名利 和追求物质享受的追求 而是专注于深思熟虑 修养自己的心性 鬼谷子的哲学思想 强调实用主义 他认为人生的真正成长 是通过经历各种挑战和困难 从中磨砺出智慧和能力 他提倡在现实生活中 追求利益和实际效果 并讲究利益的最大化 他相信智者应该以利益为导向 而不是被情感所左右 他认为只有通过 看透世间的真相和利益的追求 才能真正成长 才能在人生的加工厂中 研磨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鬼谷子的学说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 和人们对于人性的观察和思考 他的饮食身份 可能是因为他对于当时社会的失望 和对人性的悲观而选择隐论 他在这个喧嚣世界中 找到了平静和智慧的角落 并将他的思想传承给他的学生 以影响后世 虽然鬼谷子被贬为阴谋家 但他的思想 却能为人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人生 和处理人际关系 他的教导提醒人们 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过分依赖道德 而应该保持一个平衡的观点 理性的思考和行动 他的思想 也鼓励人们 在困境中保持灵活的思维和行动 以求的最大的利益 尽管鬼谷子的教导 在当时受到了许多批评和反对 但他的思想 依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学 说传承给了后世的一些重要思想 包括 一 谋略和智慧 鬼谷子主张运用智慧和谋略 来应对人生中的各种情境和挑战 他强调了洞察力 策略性思考和利用人性弱点 来达成目标的重要性 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军事战略 政治和商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利益智慧 鬼谷子主张以利益为导向 他认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 人们应该冷静 理性的思考和行动 而不被情感所左右 这种思想对后世的商业 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利益追求 和利益最大化 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 虚怀弱骨 鬼谷子强调虚怀弱骨的态度 他主张人们应该保持谦虚和开放的心态 不断学习 成长和改进自己 这种思想鼓励人们持续追求知识和进步 并乐于接受新观念和不同意见 四 隐溢与寂静 鬼谷子选择隐居山林 追求寂静和与自然的和谐 这种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平衡 并提倡人们寻求内心的宁静和心灵的修养 五 机智和反思 鬼谷子主张人们应该具备机智和反思的能力 善于观察和分析情境 从中获得洞察力和智慧 这种思想强调了思考的重要性 并鼓励人们超越表面现象 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 六 变通和适应 鬼谷子主张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 人们应该具备变通和适应的能力 他认为随着情势的变化 人们应该灵活调整策略和方法 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这种思想对于领导者 决策者和个人 在面对挑战和变革时的应对能力 具有指导意义 七 全变和柔性 鬼谷子主张在处理事物时 应该适度使用全变和柔性的策略 他认为僵化的规则和坚持不变的执着 会限制人们的思考和行动 相反 他提倡根据具体情况事实调整策略 以达到最佳效果 阿 心理战术 鬼谷子重视心理战术的运用 他强调在与他人交往和竞争中 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的重要性 他主张运用心理战术来影响他人的思维和行为 以获取竞争优势 九 道德与伦理 虽然鬼谷子的学说侧重于智慧和策略 但他也强调道德和伦理的重要性 他主张人们应该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伦理行为 并在追求利益和目标时不应违背伦理原则 这些思想在政治 军事 管理 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鬼谷子的学说不仅影响了古代的战争策略和统治理念 也对现代社会中的领导力 决策能力和个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